有朋友留言问你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呀 你看你搭了这个小拱形的这个小棚 还有你这个黑布是干嘛用的呀 这是我们这个法宝 众所周知这个冷棚种植的这些瓜果口感是最好的呀 但是有时候呢这个温度达不到 它这个很多时候是不能种植的 所以说咱这个想一个小办法 它就可以种植了 看这边是咱们栽的这个高口感的水果番茄 这边是圣女果 这边是咱们栽种的田卦 其实这个冷棚白天的温度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呀 至于这个晚上可能就比较冷了 很多作物就没法生长 咱们这个无土栽培呢 跟你这个家里边花盆种植阳台种植也是差不多的呀 你就可以先把这个苗子小的时候呢 给它放里边先移栽进去 然后呢 因为这个时候呢 它对这个竹具行具的要求没有那么大 你都挤在一块就可以了 白天温度合适 到晚上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透明的塑料膜一蒙 用这个黑布一蒙 让它保证里边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温度 因为这个很多冷棚是没有办法上棉被的 咱这相当于变相的一个上棉被了 让它这个晚上可以保证一个温度 所以说在天气稍微冷一点的时候也可以种植啊 但是这个天气太冷的话也是不行的 等到它这个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呢 因为咱那个可以活动啊 咱再给它摆开 按照一定的竹具行具 给它摆开开始掉腕 然后就跟这个普通种植是一样的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可以看到吧 你看 这些番茄呢 都已经开花了 一碎块都已经这么大了 不一定非要用机制啊 你自己在家里边用土也是可以的 像咱们日常生活中这些甜瓜啦 黄瓜啦 番茄啦 辣椒啦 等等啊 都是可以这样做的 这么做的好处在哪里 就是说你可以提早的把这个苗子给它栽好 再一个呢 它这个夜间的温度也可以保持嘛 可它生长的稍微快一些 大概要比这个同类的产品 可以提早一个多月上市 大家不要小看这一个多月 就是你这个提前上市一个多月 这个市场占有量呢 还是相差很多的 大家好 我是蒙奇 要想这个种出来的作物好吃 这个底肥是很关键的 好吧 去看看这个工人 他们在那边上底肥 这是咱们用的这个生物有机肥 可以看到吧 你看 复苏的还是比较好的呀 这个颜色已经整体翻展成这个灰白色了 刚看着这味道特别重啊 熏死人 现在的话 这个腐熟的也差不多了 所以这味道没有那么重了 大家可以看看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吗 可以看出来吗 哥 咱这啥啊 里边咱呢 有罚小鸡 罚小鸡 比蜜神 打斗 打斗 羊分 结肝 鸡粉是吧 咱这里边掺杂的这个羊粪比较多呀 因为羊粪会稍微温和一些 所以说这个吃的这个粪肥需要多一些 像这个鸡粪的话 它这个持效期比较短 它的效果比较强啊 容易烧苗 所以咱们里边掺的鸡粪特别少啊 绝大部分都是羊粪 像咱这一亩地的大棚是五方的 发酵的生物有机肥 这个用肥量是特别大的呀 一车一车又一车 咱拿那个小车得拉一个适来烫 先给它撒匀了 然后一会就悬羹 整个的打几遍啊 一定要把这个土地给它充分打匀了 大家好 我是孟琪 这个疫情基本结束了呀 但那个芹菜价格越来越便宜了 还好咱种那几个棚的芹菜 马上又接近尾声了 就剩下这么多了 这两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大棚给腾出来了 这个前一段时间是一块多 它们还到这个地里边来拉 现在七毛还得给人家送上门 一会还要装车给它送回去 这个种蔬菜就这一点 一天一个价 一天一个样 又要开始这个捆扎芹菜了 今天给它们送货大概是600斤 像咱那一个棚 这个棚是一亩地左右 一个棚的产量大概就是七八千斤的样子 芹菜包装为了好看 外边的都不要了 把这些老叶这些当的地方全部摘掉 然后就摆成一排后边开始打捆 然后这不断池 这一看下就是这样捆的 每捆这个大小都差不多 这是他们捆好的这些 一开始种菜的时候 感觉这扔掉的部分就很浪费 但是现在也习惯了 你要不把这些 就外边这些长得不好的 给它扔掉 以及把这些老叶子剪掉以后 它这个价格卖不上去 这样的话好看一些 再价格会稍微高一点 挖的也差不多了 你看今天600斤 就到这了 等到明天的话 就把那些就剩了不了多少了 基本上就可以挖掉一半 后天就没有了 咱这个芹菜要告一段落了 要开始抓紧时间 进行下一项了 前几天给大家看下咱们这个玻璃温室 有朋友留言说 你们在这个玻璃温室里边种竹子干嘛 大家看一下这是竹子吗 有人认识这个东西吗 长得确实有点像这个竹子 但是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可能这个老一辈的人都认识这个东西 这是芦苇 为啥要在这个大棚里边种芦苇呢 这可不是我们种的 这是年前一位朋友 他就是种在这里边以后 等到这个冬天过去以后 春转花开的时候 就把它移走了 我们可不敢在大棚里边种这个芦苇 这可不是啥好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它属于一个河本壳的杂草 只要有一点点根在这个土壤里边残留 它都会持续的发芽 会长很多很难清理 要不是咱这个大棚 全部是这个无土栽培 已经全面铺上这个防草布了 要不然我也不敢让它种 万一蔓延开来很麻烦 既然这个东西那么麻烦 为什么要种这个芦苇 那肯定是有生财之道的 刚开始我也不太了解 后来我就去跑他家里边问了问 它这种芦苇是一个特殊的品种 跟你在这个池塘边 见到那个芦苇是不一样的 它主要作用于这个青醋饲料 把它打碎以后 喂这个牛啦喂羊啦 都是特别好的 如果说收购价格高的话 我感觉种这个东西还是非常划算的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本万 就是说你只需要第一年的时候 给它种下去 然后基本上就不用怎么管 每年它都会从进基部 生长出很多新的芽 你看 这才种多长时间 都已经密密麻麻一大片了 这种芦苇里边 还有大量的葡萄糖 蛋白质维生素了 所以说现在很多聪明的人 都开始尝试去种植这种芦苇了 不过大家种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了 千万不要种在这个基本农田 像这个林地啦荒地啦 你可以说去尝试种一下 发芽了 这些桃树 基本上都已经成活了呀 大家好 我是孟琪 有朋友问说这个果树是冬前灾比较好 还是等这个春天到来以后灾比较好 像咱们的话一般都是这个冬前灾植的 刚刚大家看到了 咱这个基本上都已经成活了 对于果树我们不是太了解 但是你想想看 它新换一个地方 它无论如何都需要先适应这个土壤环境的 你这个冬前已栽的话 它到栽以后 它有一个冬天 整个冬天来适应啊 如果说你是这个现在才栽过来 它适应这个土壤环境也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说发芽就比较慢一些 咱种的这个是冬桃 种的有七八亩了吧 这个冬桃呢 十月份才开始成熟啊 比其他品种的桃子要多上好几个月的时间啊 所以说它里边这个糖分的积累啊 钢物质的积累啊 都是比较多的 糖分比较高 我也是比较喜欢吃冬桃的 但是上年这个冬桃确实难吃了 烂大街了 这个再便宜也没有人要了 原因就是这个很多种植冬桃的朋友一看 哇这个冬桃价格现在这么高 就给疯狂的流果啊 一棵树上结的密密麻麻的全是桃子呀 它养分供应不足啊 所以说桃子长得个头也不大 这怎么办 就这个水肥多上点 这个口感是相当难吃 所以说为了吃到好吃的桃子啊 咱们自己种了一些啊 让它这个你看到吧 这个每棵之间这个距离都是非常长的 种的非常稀啊 到时候它这每棵树上结的果子呢 也不会太多 咱们主要还是以高口感为主啊 我觉得只要你这个口感达到 那么价格呢 肯定还是很可观的呀 当然啦 果树是一个长期投资 像咱这个小苗 长到能结果子的大树 需要三五年的时间呀 看到它们全部都已经成活了 我就放心了 好吧朋友们 咱们下期见 拜拜